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不说中国影响 我们从台湾观点 台湾认同 请看我这节目主题 国家认同 我们探讨各种公共政策 但是我们探讨文艺复兴 公民社会 包括基层草根 当然我一再强调 周五我们就用邀请全台各地的 来自北中南东的专家学者来谈 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我们希望透过这平台 能推动公民能文主义运动 这是我们节目最重大的主题 我今天在探讨之前 我特别再把我刚刚上一段 所罗列的故事跟大家讲 这是一位美国学者 他40年前来台湾 来台北留学的时候 读中文的时候 他40年有写一本《错字台北城》 他好像台北40年代变化太大 但是正如我刚刚把这本书的封面导过来 他刻意的封面式导过来 也有清朝的建筑 中国宫廷建筑 也有日本建筑 这是这个史证35年的台湾博物馆 也有四五大楼 台北车站对面 就是原铁道饭店 可惜他还没有 这边没办法 这角度没办法 拍101 他还跟我说 我们在228公园 不是有一只马吗 牛 铜牛 一只马 那个马 牛也是 牛马都来自富国城市 你看这个学者多厉害 现在是到228公园 那一只铜马 没有 原来是富国神社 就是今天原山太原五百万年 那个纪念碑那个地方 它本来是 牛跟马都是富国神社的产物 结果挫制了 就把它送到新公园 那是新公园 后来叫228公园 所以它叫做挫制台北城 我们就是把他挫制台北 把他导过来 扶正 我们建立话以前 重点在此 然后左龙兄这一点 对我们贡献非常大 每次来宾都他衰险 他就是像八爪杖一样 伸出去把台湾各地 专家学者的平台来施展出来 左龙兄 好 我们今天呢 因为我们秀丽老师 最近出版一本新书 就是花线台南 花线台南这本新书 那这本书呢 其实是我看过的书里面 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是我看过书里面 最美的一本书 里面在街道路宿 各方面介绍得非常地清楚 非常地漂亮 那为了配合我们秀丽小姐 所以我今天跟四豪兄 两个人是绿叶 然后我们来搭配他这个红花 所以我们今天用 城市里面的花卉来做主题 那城市里面 除了这个花草树木之外 还有一般的这个 这个花卉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景象 就是瓷砖 那上礼拜我们讲到一些 公共建筑的外墙瓷砖 今天要讲一下民宅的瓷砖 各位看到这一张图 这张图呢 其实是大盛时期的这个瓷砖 那这瓷砖大盛那个时候 一开始都从英国进口 就是维多利亚瓷砖 可以看到这个瓷砖上面 这些花纹都是用手绘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呢 在日本出现了一个 日本称为马约利卡 马约利卡瓷砖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马约利卡瓷砖的特色是 这个是立体的 它不是平面的 它不是平面的 是立体的瓷砖的花纹 那么今天四豪兄 它有带了这个瓷砖来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它的瓷砖的样子 所以这个瓷砖 实际上它上面的这些 都是有深刻跟浅刻的花纹 这个叫马约利卡瓷砖 那么这个瓷砖呢 它传来 这台湾这边 传来了以后呢 它时间点是在 1915年到1930年 所以只有这短短的 这个15年左右的时间 有在这个从日本 95%都从日本进口 那么我们称为这种瓷砖 叫做台湾花砖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台湾花砖 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组合 那它全部都是立体的 都是立体纹路的 那么这个 上面这个大的花砖 大概每一个花砖 差不多15公分 建方 15公分建方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贵了 那个时候一块花砖 等同于跟它同样的面积的土地的价钱 那目前因为花砖越来越少了 目前剩下来的这些花砖呢 市价每一块至少要一万块钱台币以上 那这张是我们陈秀丽小姐提供给我的 这个是在台南的后营 西港后营的古厝 各位看到 原来这些瓷砖 在日本都是贴在室内 但是来了台湾之后呢 台湾融入在地的文化 全部都是贴在室外 为什么贴在室外 刚才讲过了 一块瓷砖的等同于 超过它的同等面积大小的价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用现在的话就是 要献给人家看 告诉人家说我们家里很有钱 有办法可以有这么多的瓷砖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墙上面 甚至在这个屋檐 屋檐的上方 在跟这个屋檐座接口的地方 也都是布满了这些瓷砖 那么 这个是花砖它的排列 它可以这块像是15乘15公分 那另外呢 它旁边会有这个比较小的 像今天四豪兄也带来了 像这个是7.5乘15公分 来做腰带 或者是我们现在建筑用比较多收尾 收尾来做使用 那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休理小姐提供的这一张 这是在这个马公 澎湖的马公的古厝 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到 山墙上面的泥塑 这边上面 山墙上面 直接都是用花砖来做排列 花砖来做排列 然后旁边可以看到这个 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有钱 连这个水缸 水缸上面也都贴满了 这个台湾花砖 台湾花砖 这个台湾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刚才看到的 就是做这个腰带跟收尾用的 7.5公分乘以15公分的这个 这个腰带砖 那另外呢 除了用在这个建筑的表面 来作为这些装饰的用途之外 还有像家里面入口的那个门柱 门柱的那个前面的那个门柱 也是贴了这样的一个花砖 所以表示说 这个家里面非常非常的富有 那么最后介绍了几张照片 这是四豪兄 他家里面的第一次曝光 家里面的照片 这已经搭了椅子了 檜木的椅子 大正家具 上面呢也贴了这个台湾花砖 但是他刚才有跟我讲 这个台湾花砖这个椅子 所以不是立体 它不是浮雕的 它是平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屁股做的会痛 所以它是平的 所以这块是平的 还有这个他们家里的屏风 家里的木头块木屏风上面 也是贴了这个台湾花砖 台湾花砖 然后最后呢给各位看一下 对不起 这边还有一张 是这个是床 古早的面床 面床上头 它有一个那个床架 床架的上方也都贴满了 这个那个马月利卡磁砖 所以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 这是这是什么 这个是黄四豪兄 他阿公的 洗脸台 我想这个都是纯铜的 我像我们家里应该是塑胶的 它是纯铜 但是我要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有个专有名词 这有做加冬立铸铸 加冬入石榴 这个是只有台南当地才有的 这个木雕的这个技术 它是用镶嵌的方式 它混合两种不同的木头 各位看到比较深色做底的 这是这个加冬木的木头 深色 然后浅色这个部分呢 就是石榴木 用这个东西来作为雕刻 跟这个服贴之用 我们今天第二位来宾 陈修丽小姐 她当然带一本新著 就是花线台南 我本来以为花线台中 因为这个花博在台中 花线台南 加冬市长比较拼 我算过不认 人家台南在手 这是修丽小姐 她在台南四刊 她还做一个文史研究者 我们上次介绍过林百货 这是她另外 她所写的林百货 同时呢 她兴趣非常广泛 她也做台南海线人文小旅行 我们好像收到三百余而已 还有很多地方 不像只收到三百余 我想我们在过年期间 会特别做一副 副贴 会请修丽小姐 安排来做一个俯成 就像上一段会讲 陆港 三万八万一人 要是高传级先生 一副二楼三万一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库 全台都有 我们这个人才库 不会输你民进党 或国民党的智库 修丽小姐 非常难得 她非常具有美学 我觉得每次听完讲后 说真的 中华民国美学 跟大日本帝国美学 怎么差那么多 刚刚磁砖就差很多了 修丽小姐 把你所做的调查采访 你做的花线台南 说给林家隆市长听 好 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说台南它是个文化古渡 可是就是说我们去台南看古迹 还有吃小吃之外 其实台南还有花可以看 像这一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 凤凰花 这就是台南孔庙 这是一个凤凰花等于是等同台南 很少有一个城市 它是可以说 就是想到一个植物 它就会想到那个城市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为什么台南会是跟凤凰花 去取得一个这样子的连接呢 那我们就来讲它的历史 那其实呢 凤凰花它其实是在 清代的志书里面 是没有记载的 可是呢 在清末的时候 一个英国人他在达狗海关 那时候呢 他在达狗海关 在南部呢 就是台湾的南部做了一些 就是植物的搜寻 然后其中他有记录到 在安平的海关 有 那时候有搜寻到那个凤凰花 只是就是说 在后来 那只是就是一个记录说 在那时候有 只是不普遍 可是后来呢 到了日治之后呢 当初引进了大量的热带的植物 所以呢 它就是凤凰花也被引进 然后在台南培育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这张呢 大家如果对文史有兴趣 应该会常看到 就是台南的大镇定 它就是从火车站出来呢 然后一路通到民生律园里面 然后它这个 这个就是在1917年种植的 可是呢 长到这么好 大概就在1930年代 那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 就是那时候很多介绍台南的 一些书啊 杂志啊 或是明信片 它就会有很多都是拍到 这样子的异象 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说 台南的连结 就是跟凤凰花连结 其实就是在日治时期 好 那其实呢 除了我们在看到台南市的 市中心的凤凰花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这张非常的特别 这张呢 是台南的佐镇 这个很有趣的是怎么样 我们一般看到凤凰花 它不会散落到地面上 因为它你看 它就是因为没有修剪 所以它整个就是散落到地面上了 这个是在台南佐镇一个荒山里面 然后所谓荒山就是前不早春后不早地 所以呢 你就会在一个远远的地方 一个小山丘上面 看到这一棵树 那种非常的感 令人感动 然后最主要是 它这棵树呢 它是陪伴的一个 陶瓦柱 陶瓦柱后面其实有一个粉 可是那个粉是已经是检蛊了 所以其实就是在荒野间的那一种 你会感觉到 它这一棵是充满了生命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景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 既然讲到就是说 台南跟凤凰花 它这个城市的连结 其实最早最早 在清康熙年间 台南曾经叫做 就是赤铜层 就是这个就是赤铜花 然后这个呢 就是在当初的巡台玉石 67的两彩风俗土里面 它就出现了赤铜花的花 就是在它的土里面 那其实呢 当珠为什么会是赤铜呢 因为其实赤铜带在平埔族里面 它其实就是新年的开始 因为它花开了之后就表示春 春更可以开始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等于是说 因为在我们的字书里面 记载是说 藩俗里面 他们的字书里面记载就是说 它是没有立法的 所以他们只能靠植物 花开了 然后他就知道说春天来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在台南安南区跟安定区的百年夫妻术 它为什么叫夫妻术 因为这个在它一边是安南区 一边是安定区 中间这条路 它就把它长在一起了 所以它就是 他们就把它称为是百年的赤铜夫妻术 那这个其实台南早期我讲过它很多的赤铜 可是后来因为生病的关系 就慢慢的不见 所以这个赤铜也是这几年 有经过书医生的诊治之后 它才变得就是这么漂亮 今年才开出这样子 这么美丽的花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回到府城 我们就是看到是石榴 这个就是在4.5秒的石榴 它就移着红墙 红墙是台南一个很传统很传统 一个很美丽的台南红的墙上面 然后石榴我一直说 石榴它就是代表一个台南女人的故事 怎么说呢 我结婚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带着一颗石榴到夫家的 这是台南的传统习俗 就是说这是早期的 现在已经比较少 所以你在台南旧城区里面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一些老房子里面 然后会有探头的石榴 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女人一生的 一个很代表性的植物 这个没有讲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了解 那这个就是刚刚 佐伦大哥有讲到的 就是花砖的部分 马约丽卡瓷砖里面 所以也因为它这样代表的 喜庆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看到 它就在马约丽卡瓷砖里面 它就有石榴 在上面 因为它代表是多孙 然后这个在大厅的文人画里面 你也会看到有石榴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所以其实它是还怎么讲 就是还蛮代表台南的一个字幕 好 非常好的美学教义 我都以为花博只有花线台中 应该是花线台南 我刚好最近今天要介绍美日书 刚好完全配合陈修丽小姐 这是歌川广众 木末最伟大的这个胡思惠画家 他可以跟说是跟葛世北斋齐名的 你看他画了花 其实胡思惠的画 你看这风景你看 这是两位跟各位一样 非常年轻的日本女作家 她们把这个名所江户白景 她画了很多的一百个风景 然后这两个作家 比如说这地方有没有 这是一个岛 然后他们就去拍现场照片 然后把地图画出来 做导览手册 我希望修丽小姐能做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你看这个 台湾什么白景 然后也有摄影 也有地图 绝对可以行销台湾的 我希望大家努力做 刚修丽小姐谈到大镇丁的时候 人家看着眼睛就准备了 人家说大镇 这个我们的第三个来面 撕了眼睛就准备了 他是个大镇人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嫌疑就是宋寺 他写我是宋朝人 我是大镇人 他家里的家具 他今天也送我一个 人家送红包 他送我这个瓷砖 大镇瓷砖 我应该昭和出奇了 瓷砖 应该没有拿到网 他说这个价限时一万块 感谢 下次来宾来 我用这个当出席会就可以了 我要讲一个爆料 你有没有注意这个 四豪兄跟上次体重差很多 上次是重如泰山 这次轻如红毛 跟各位讲 上一回几个月前 他98公斤 这次我刚刚问他 70公斤 整整少了28公斤 你可以开瘦身针锁 他现在刚进来 他刚刚怎么进来 飘进来 身轻如燕 身轻如燕 叫左龙兄是 驾到有风 他是身轻如燕 好 我们现在领赏一段 你今天再带来两首音乐 1936年 初恋会 来 听个位 这四豪来解释 这四豪来解释 你今天再带来 你们再带来 我们再带来 你今天再带来 我们再带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1936年是明智初期的 昭和 昭和 快要战争了 请 我们现在看到这首歌 就是为了今天要来呼应 前面两位来宾的 都是在讲花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来介绍 曲盘里面的丑卵徽 以前的很多一些作词家 他们都很喜欢把花 比喻成一个女生的一个心情 或者是一些写实的一些写照 所以就会有 每一间唱片公司都会以花 来当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是 胜利唱片公司的丑卵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主唱 秀兰小姐 秀兰小姐 你看她那时候穿着 就是非常的细寞 就是很modern 很modern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她看起来就是 像我们说的一绿花很漂亮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位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作曲家 首冬 那作曲家首冬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一张唱片 这一首歌的时候 我其实有被震撼到 因为首冬在我们的认识上 他其实是那个 那个戏打的 震打的 那震打的大部分都是 传统戏曲类的一个作曲家 但是他近年做出来的这个melody 我让我听不清楚 他就是一个 传统戏震打的一个作曲家 而且首冬这个时候 他已经从那个 克伦比亚唱片公司 他跳槽 过来这个胜利唱片公司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丹君悠善心 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其实他跟克伦比亚当署 柏越真士郎 两个人有些个性 不太好 所以他跳槽过来 这个胜利唱片公司 那他跳槽过来 他就替胜利唱片公司 做很多好天的歌 我现在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胜利唱片公司 在那个时候 他可以就是当上那个日志实习 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间其中一间唱片公司 最大的主因就是丹达鲁先生 陈达鲁先生 他在胜利唱片公司 我们看到的那个台语流行歌 有八成七成这八成都是由他来作俗 所以表示说 他的作俗的功力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稍微听到这条粗乱 就是他在使用一个流行 你丹软来粗乱的心情 我的感觉就是说 而且他的那个陈达鲁先生 他的这个作俗 他的意境不重点 所以这条歌就是他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作俗家 而且我觉得 还有一个是胜利唱片公司 他们也做到这个宣传的这个手法 你看到这个就是他们 那个唱片公司这个胜利唱片 他胜利唱片有胜利 但是他后面没有这个介绍 所以让你评论说 你在听这条歌的时候 他心想也在打功课 让你知道说 这最近有什么好听的歌 有什么不错的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粗乱灰 就在这个胜利唱片的这个介绍里面 后一条就是这个鼻卵的酒杯 鼻卵的酒杯 可能大家比较不太熟 但是他在战后 最有名他被翻唱成哭酒满杯 鼻卵卵大家就都很清楚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公格 他就有写着说 胜利唱片公司 他们的出品公司 这间公司的品质非常好 所以你在听他这段起码的时候 可以说 你不用看 你如果没看到旗子 你如果没看到旗子 你的当作公司 你听得不对 所以就有人说的 其实这个HIFI的这个观念 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跟人家讲 我们的声音 已经到达了HIFI的这种境界 而且他连这个唱片的这个价钱 他都有标示在上面 而且他是由中央书局 去把它给做广告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他的功格就打得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最差别的一点 第一个生活要素 我们的十一柱 行其实他认为 其实行没有很重要 听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就是十一柱音乐 这个才是他们一直在推广 就是说希望国人要有这种观念 就是音乐是我们的水准 我们的那个感觉 他认为他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推动的一个广告这样子 每次我这个节目在介绍 这个日本时代的音乐 艺术 各种方面的层面 一定有人说 我们是皇民化运动 亲日还有很多很负面情绪 我才不想辩驳 我们是以当代人的观点 重新诠释1895到1945 台湾人所经历的生活 这主体性的台湾 而不是日本或中国或是什么 我想到这一点 我最近在拜读一本书 刚好证明我的观点正确 请看这本书 它的英文原名叫做 And the show went on 盛会不歇啦 Party 这个show 这个 餐会 这个歌剧继续演下去 副题 请看 Cut your life in Nazi occupied Paris 最驱逐的时代 最灿烂的时光 纳粹统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 1940到1945这五年 这是一个纽约时报驻欧洲特派员 他现在定居巴黎所写的 这是事实啊 纳粹占领巴黎是事实 但是我就用四张照片可以说明一切 用照片说故事就好了 我学左隆兄的 好 你看四张照片 这是那时候的电影大亨 跟三位非常美的法国影星 这位电影大亨是犹太人 后来听说希特勒要抓犹太人 达跑 然后这是我们最有名的风马秀 有没有 Crazy Horse 下面是不是德国人在看 行李叫走 舞躁跑 这个马躁跳 应该是马躁跑 马躁舞躁跳 好 看看这是一张照片 逃难 糟楼 这张更经典 希特勒一生唯一是 到巴黎铁塔旁边就SPIR 就是他的建筑顾问 会在我们SPIR 后来做兵器部长 你看这四张照片 有逃难 有外来政权 但是也有他们的艺术文化 继续进行 就是我们对189到1945态度一样 华国人如此 他们觉得会说这画间 什么纳粹画 没有这回事的 华国人在那个统治下 继续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里面有非常多经典的照片 刚好证明说 我们这个时代 怎么重新诠释189到1945 或许外来政权没有错 日本政权 就像华国人面对纳粹政权一样 但是底层的文化 艺术 那种生活 台湾处理性能来存在 左翁兄 我想我们真的基于这个精神 再重新建构 话语权 请 好 就如同刚才所在讲的 在日本的马约里卡磁砖 是在室内 但是到了台湾来以后 台湾的当地文化 就会把它放到户外 那在第二段 我很快让各位看一下 这些非常非常漂亮的磁砖 那这张就是马约里卡磁砖 就是我们又称为台湾花砖 当中最多的一个元素 就是用玫瑰 用玫瑰漂亮 像一朵花一样 所以非常艳丽的 那么用玫瑰呢 它也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组合 各位看到旁边是玫瑰 但中间会用跳射的方式 去做一个不同的组合 那另外玫瑰跟石榴 想说玫瑰为什么会跟石榴会有相关 那刚才秀丽老师秀丽小姐这边有提到 石榴代表了多子 多子 所以美丽然后多子 那另外呢 很多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台湾花砖 虽然95%的这个花砖都是从这个日本这个本土进口 但是它会融入特别台湾这边所希望的 比如说玫瑰旁边就会有如意 如意的这个这个图形在这里面 那这个是为了迎合台湾的市场 那另外还有这个莲花 莲花的这个花纹也会出现 那我今天都是把这个瓷砖 每一个都用四个去拼起来 让各位看一下它整个展开来之后的样子会是什么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莲花 莲花 那么莲花的这个图案也是当时非常多的 那么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百合 这就是比较稀释一点的 有百合的这个造型的这个瓷砖 那另外呢 鸢尾花 鸢尾花 范骨的很有名嘛 这个也是一样 鸢尾花非常漂亮 那另外还有花梗的图形 事实上拼起来之后 整个展开来之后 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艳的 那另外还有几何图形的 虽然它是花瓣 但是呢基本上它是拼凑成 这个几何图形的这个样式 这也是几何图形的这个样式 像台湾的花砖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虫鱼鸟兽 所以可以看到有这个孔雀 刚才那个四豪兄看到这张 他就立刻第一个反映说 哦 这贵了 这贵了 然后还有风景 刚才胡达克介绍到 这个一定服侍汇的味道 对 完全是一个服侍汇的这个味道 它是用拼凑的方式 把这个景色拼出来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还有上一集我们提到 台湾的这个铁花窗里面 很多会出现的富士山 一样在这个台湾花窗里面 会有富士山的这个造型出现 这个是当时非常多的状态 那还有花卉篮子 是这样子一整套的 像这样的瓷砖 那另外我们来介绍一张 最后介绍一张 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瓷砖 就是刚才修丽小姐她有拿出来 刚才她先讲到说 这个上面是石榴 石榴代表多子 苹果 冰安 桃子 长寿 佛首 佛首这个东西就是吉祥如意 然后葡萄也是多子 但是中间这里如果镜头可以照进一点 我会看到上面写黄金万两 这个就是完全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在日本烧的这样的一个瓷砖 非常非常漂亮 那么这些瓷砖其实现在 因为古屋的拆迁越来越少 在嘉义的那个有个博物馆 叫台湾花砖博物馆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正好如果是在北部的观众 现在他们跟这个台北故事馆 有一个联合展览 所以台北市馆现在到12月23号之前 都还可以看到这个 然后我们的台湾花砖 当时是从日本进口 可是现在要出国比赛 要回去日本做展览 因为日本这个东西也很少 只有在1915到1930 所以在日本的这个爱滋县 也要做展览 好 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重视台湾 本土认同的话语权建立 除了对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 我们对过去的历史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不断对话 我们要从当代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历史 我们这个节目是很早规划 现在过年还三个月 我们已经规划过年节目了 我要做一户二楼三万角 介绍台南陆港跟曼港 一定找当地的最重要的 也不是奇数 就是最重要的专家 像秀丽就是府城专家 传奇兄 还有水瓶子 姚明伟他是高雄 还有要做北中南三个当代都会 台北漫步一定要找水瓶子 同样我们要邀请蔡家文老师 来介绍创新设计 古典音乐的创新设计 当然要找左龙兄 用眼睛 用灵魂看台湾历史 我们我刚刚观众朋友报告 我们三个月前就已经下菜单了 他们都要准备三个月 比现在比大学联考还难考 这样准备 我要常常讲 这样我们才对得起观众 人家花一小时看 如果讲不好 对不起观众 我主持人责任非常重大 我想正是这种严谨态度 休闻小姐 再把你的发现台南 你的第二部分 跟大家分享请 好 接下来这个 也是台南一个很重要的古迹 它叫做台南县知识观底 然后在知识观底的前面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紫色的花 这个叫做苦练 苦练其实在早期台湾 它是一个常见的植物 只是现在就是都市化之后 就比较可能比较少见这样子 这个比较有趣的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你看到这个时候 你会有点想说 我们是在介绍樱花吗 因为这里想 这里有讲到就是 苦练花的名所 还有讲到就是见寝 这个都是你去赏 因为听到的名词 可是这个是在介绍什么 苦练 然后这个地方在哪里 其实是在信殿 其实信殿在1930年代 在台南是凤凰花 可是在信殿是苦练 所以其实日本人也很喜欢这样子的花 对 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报道 然后苦练它除了春天之外 你来看一下这张 非常漂亮 它就是一个金色的铃铛挂在树上 所以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精灵子 然后这条河就是台南的迦南大尊 它是迦南大尊的下游 在安南区那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个叫做南洋荫 你远远看起来好像樱花 对不对 其中像这个 这个是乌山头水库的南洋荫 这个据乌山头水库那边的说法说 这是在日治时期种的 就是乌山头水库建好之后 他们就在岸上有种了一排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植物地境 然后这个是台南的白河 在白河的将军坯上面 就是它有一些水井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哇 春天要赏花 其实也可以到台南来 对 那这一张比较有趣的是 它是在严萍郡王池 很多人都不知道严萍郡王池 其实也有南洋荫 然后呢 因为大家看建筑很容易就是 平式的角度去看 那其实你往上一看就发现 哇 上面全部都是开满的 南洋荫 非常的漂亮 那前一阵子呢 我们刚过就是中秋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尖满花 就是刮满灰 那当然 这个是要人跟植物的比例 这是要让大家看这个比例的 不然你会看不出它的大小 然后这个就是曾文西 曾文西是台南很重要的一条河 那台南基本上是以曾文西 把它划分成西南跟西北 所以它 而且它这个刮满灰大概是在中段 因为到下游就已经开垢成农地了 然后上游太湍急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在中游的地方 然后这个部分呢 你会看到哇 这是从桥上拍下去 一片白茫茫的 很像是在河道的两旁 覆盖了一些白色羽毛在上面 又有点 说一句话就是说 有人说就像下雪一样 就是九月雪 就是那个中秋前后 这个也大概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谈到台南就会想到麻豆非常的好吃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麻豆开花也很美 然后它的麻豆开花呢 这个就是花 然后这是麻豆圆 这个大概就是五十年的麻豆的老长 然后它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大家都以前focus在它是产业 所以就是中秋的时候就去买来吃 可是其实你可以走入麻豆园 所以走入麻豆园你就会看到什么 它就在麻豆树下就是有一个餐会 然后就是结地当地的食材 然后吃完之后呢 还有就是由当地的创作人 然后大家围在那边听歌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已经是夜幕低垂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体验 这就是文化跟产业跟植物的体验 然后最后呢是这一张 就是说台南春天的时候 这两个是很大的对比 对 它同样都是枫林木 然后这是黄花枫林木 这个是在台南的林森路上面 然后这个是在祖溪 然后你看这个枫林木这样下去 就堆了一堆落花在那个西岸上面 非常的美 现在进行选举我希望那些县市医院 或县市首长参选人 如果你把这些花那么美的 绝对不像于胡适会的风景 把这些美学 把这些花种 也在基础建设作为你的诉求 我相信大家对你的印象 会对政治任务会改观的 台湾人喜欢用花来形容爱情 吴雅辉 白波丹 我们刚刚抽两灰 我们在顶市场一段 由四好凶所在的 悠秋灰 适合一样 来 看看 这些花来形容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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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这些花来形容爱情 那些花来形容爱情 这些花来形容爱情 我相信我们这个节目的头号粉丝 李登辉前总统先看你听 我年轻听过这一段 一定他们一定听到 他们也是做笔记 施法兄请分享 我们现在看到的 听到刚刚听到这首歌 就《油手飞》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 他并不是四川的花 他是一个首饰岩的花 就是我们两个人有手杂 手杂说小工有力就有了 所以并称说 如果有命我等你 他绝对等你 就是一个首饰岩的油手花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是太平唱片公司 太平唱片公司 是我认为 上午文青的一间出品公司 这首饰岩的粉丝 他寡手的资料不太多 所以并称说 我们这陣子还在找这些出品 太平唱片公司 你看 所以我想说 它是很文青的一间出品公司 因为我们从看这个风套 我们看这个红面 他在这个麻祖庙 这里有一个麻祖庙 这个庙宇 有没有 麻祖庙 亚基桥 这是我们台湾 很本土的一个特色 他都放在这个红桌上头 他连这个红桌 他把他摆架了 我觉得非常有一个技术 而且他还有什么 好诗曲 好会完 好泰国 他的意思是 他们这个书 都是非常好 都是叫什么 文学家来做 所以我觉得 这间太平唱片公司 他会说是 在那个时代 他不是为了 商业来 来做的 这间唱片公司 他是为了 推动台湾的文化 来産生的 这间唱片公司 你看 这是一个 台湾的原住民 这个路线 他穿这个旗袍 拍一个琵琶 穿冠袋 他的这个logo的这个设计 我是感觉说 非常有这个 就是说两种味道 就是吃台湾味 跟鲜油味 来淘榄 他这个感觉 我觉得很潮味 也很抢眼 这个唱片公司 在这间唱片公司 他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厉害的 这点就是说 他当时都会邀请 一些台湾 一些文学的文学家 来邀请他们 打这个署 来出版 所以说台湾 当时有一些 很有名的 一些文学家 像黄德使 黄思辉 他们都会打这个署 都交这间唱片公司 由这间唱片公司 来办公司 发表 这个黄思辉 所以他也没说过 他没说过 我们要用台湾的作文 要用台湾来作西 来作修设 来作歌谣 这就像福大哥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话语权 我们不能因为 去给殖民的时代 我们就忘记自己的语言 所以这间唱片公司 他就是在推动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所以他用这个音乐 用这个台湾的文学 来作音乐 来发表唱片 来让台湾人知道 我们要用台湾的来作歌 相对因为他太文青了 他太,我觉得有一个 算是以台湾的角度 来出发的时候 当然就受到一些 当局的一些 算是注意 并且你看他当时 还有新曲盘出现 1932年 台湾出面公司 第一次发表的时候 他就发表这条歌 叫漏蛋三勇士 这就是第一次去用金的一个判断 因为他有说到这个 当时候就是有侮辱到 那个黄军的一个情况 甚至他也不是有在台湾 他还发表很记贴 一个歌就是这个 首帆小辈风歌 首帆小辈风歌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原住民的音乐 他连原住民音乐 他都有去注重 也有注重台湾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间公司 他基本就是一个 全面性的文青唱片公司 刚才施豪兄提到 黄德石教授 他是我们在1945以前 非常少数台湾人 考进台北地大文学部 台北地大文学部毕业 他正好留在台大中文系人教 他就是我大一的国文老师 他用火烙的最高 你要相信吗 大一国文不是用北京的普通 用火烙的最高 每次结束都要用高歌一起 用那个汉西哥一阳顿挫 我永远记得这个老师 他告诉我说 火烙的也是跟北京的 跟普通的一样 重要 无言 那是我大学一年 我就很大的教训 非常难得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延伸阅读 这陈修丽小姐的 《发现台南》 我们春节时会再请你来介绍 一副生的故书 做个故书 同时我也希望大家重新建构 慕慕时代在日本绘画史 有胡适会出现 这是歌川广众 他所赚的 《明所江户白景》 两位日本年轻女作家 他重新寻访 拍照地图 这本书 可以做我们台湾文史工作的时候 我们难道不能 就像陈诚波画了很多嘉义诗 台湾八景 陈诚波画很多 我们重新把它拍照做地图 应该可以避免 这歌川广众的《明所江户白景》 这本书作为延伸阅读之用 大家戴读这本书 带你体验泛骨眼城联谋过的胡适会魅力 看见你名胜一同记录在作品中的江户人情白景 书中收录珍贵的出版印刷作品 呈现会师最原始的创作 初中详细解说《明所江户白景》 全系列作品 对照现代地图的景点导览 建赏胡适会 不可不知的基础知识 以计划解说 非常精彩 现在过去之间对话 感谢三位给我们 重新建立台湾人的话语权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